大家好,我是张叔 昨天我爷们儿见了一面,他说他想吃花生豆腐了 今天早上一早来把他拿的花生 先拿去把它洗一个 给他弄个花生豆腐送上去 走,去花生去了 小姐,你要多吃点指点表述 花生豆腐我弄得来,我替你弄不来 我弄得不是太好 我教你嘛,等下 姐姐说,除了花生豆腐来 要新鲜的花生弄得好吃 我这个菜从土一手挖出来的 肯定新鲜出来 绝对新鲜的食物 绝对好吃可不吃 怕是怎么办 花生小了,要不去剥去 哎哟,剥了可可吃米米 吃了个黑米了 这个新鲜的花生 点得薄薄的 就像我那种 花薄的,要剥两个在嘴巴里头 花薄的要剥两个 我半天都剥不到 你这个好吃啪 小的就是嘛,我出去讲 教授,我看有好多了呢 还是有那么多了 够了够了够了 那我就把你把它抹走了 帮过来哟 要得要得 来哟,要抹走了 这个花生明明是薄的 还是要洗一下 然后再沉在水里里泡 花生抹得出浆了 好,要这些 我的大好看 再沉在这些 这样的吧 就成功了 我的大好看 这边是这些 一定要用、是 不费 当它为了小的 它磨出来出个隔夜 它这个还要磨好几大 不安逸 没得以前那种大磨 第一刀磨完了 还是都快的 就是磨得出个隔夜的 小的你看 都安逸 下心都是 你流了去 开始上货 龟墨洋墨 赶烧五 明清早 表叔 碰碰你的那个沙布 是等下洗浆的时候才用 那你喊我这会儿垫的一套 你不是被人忘了 我就看你会不会 专门整的你表叔 敲都开不去的 那我们把它弄了嘛 把这些磨给做生 要得 把生没溶过了 锅洗干净了 也拖了几遍 现在把它打不破到锅里头 再把最后那些沙粑的沥出来 好 烧火了 锅里头给它加起菜烧起 给它烧过了 再把芡粉烤转 芡粉烤好了 烤成这种芡粉就要到了 继续烧火球 火里头的花生姜已经滚了 现在把芡粉倒进去 烤的花生豆腐一定要把芡粉倒进去烤 不要停 烤成这种 它俩的芡粉都不弱就可以了 把芡粉倒进去 你看这个弹性咋个样 跟那个抠口弹去 如果口味比较重的朋友 可以在芡粉里头就加盐了 我刚才没弄到芡粉来 它就让它里面有那个豆干酱比较寒 好 我就没给它放盐放到芡粉里头 花生豆腐烤好了 它就切成这个芡粉跟芡粉拿进去 花生豆腐明明磨三遍就可以了 那个花生 你非要磨五遍 这个你就是外行了 它多磨几下 它还将将磨出来 它的血吃起来嘛 锁厚的嘛 跟划出还行嘛 小的芡粉最好了 小的芡粉最好了 小的芡粉 小的芡粉 芡粉一吃花生豆腐 我就吃那个花生炸炸 有那么多新鲜花生拉 但你弄了 那么先我们爸爸好吃 我把它拿回去嘛 你不拿回去 去嘛 你要不要一路下去 我不下去 这次我不去当大店轮跑了 大店跑嘛 这个人 慢走 我今天送你去 等会儿我叫不去的 好嘛 拜拜 慢走不送 好 五十号 拜拜 再见 走了 走了